我們在這裡說 都覺得雲淡風情 水上真的叫燒過 你人叫燒過 你就覺得一世人就痛苦了 真的 你的朋友就有過 對 像剛剛講到這些該怎麼辦 什麼靜觀推理這個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我這邊的學員 這很重要 像衝突爆蓋送我們都知道了 我這個朋友呢 他那時候就是瓦斯爆炸 他每次要換藥都跟地獄一樣 那我們後來就問他說 當天怎麼會發生瓦斯爆炸 他就說我回到家聞到瓦斯味 然後呢 他一開電燈開關 就沒有染後了 什麼都不記得 就爆炸了嘛 重點就在這裡 我們都會覺得自己不會這麼衰 你看他反射動作 你覺得不太對勁幹嘛 開開關來看 如果我們知道會有瓦斯 當然就不會這個樣子 像當初 他知道啊 他這裡有瓦斯啊 但是他沒想到這麼嚴重啊 就像當初我氣包那時候 我有聞到瓦斯味 我就繞路 但是我說不會這麼衰吧 我只是繞路而已 其實應該就趕快離越遠越好 你是說那天氣爆 高雄氣爆那天 大家都想說不會那麼衰 所以這危機意義是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開餐廳 就一直要常常定期做檢查 定期做訓練 是是是是 那你在這個高雄氣爆的時候 你剛才騎乘搭檢查 你剛才騎乘搭檢查 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就是 那整個區塊那時候 整個都有瓦斯味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要起摩 去找我股東 我就是騎乘搭檢查 那也運氣還蠻特別的 是那天我剛好都沒有傳紅燈 我隔壁人 運氣特別好 那天剛好沒有傳紅燈 這是什麼形容啊 以前高雄的紅綠燈只是一個名詞 高雄的紅綠燈不是參考用 是趙明用 趙明用 趙明用 不過在那個區是真的 現在好很多啦 現在比較手法了 不過在那時候我們就是 剛好填紅燈 結果填紅燈聞到瓦斯味 那時候我想說沒有想太多 就一下子就被炸到下面去了 可是從此之後我只要聞到 對不起那你是被東西打到 還是說就自己噴起來 根本不記得 都不知道 都不記得 當你有意識的時候 就是被石塊壓在下面 然後再沒幾秒鐘火就開始噴 所以那時候只要 到現在我只要聞到瓦斯味 或是有聽到爆炸的聲音 都會開始心悸 那個很難避免 前三年很嚴重 現在有好一點點 那還是會有很緊張的感覺 那個一輩子的回憶 那個沒辦法 過年了 爆炸了 會怕 爆炸了你會怕 是很開心的 過年了 還是會怕 你只要聽到那種爆炸的聲音 一開始的心情都會很緊張 然後慢慢才會理智上壓住說 那個沒什麼 有後遺症 對 後遺症 創傷後 壓力症後 一定都會這樣子 可能我比較脆弱 那你的傷勢嚴重嗎 傷勢還好啦 但是現在就是變成要一直定期復健 因為那時候打到這邊 可能神經有拉到 所以我現在手會抬不太起來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定期復健 真的抬不起來嗎 是可以 但是抬到這個角度就開始會痛 兩隻手都一樣 然後像我這樣做久 等一下我站起來就開始會敗咖 真的嗎 對 有後遺症 脊椎傷到嗎 不知道是哪邊傷到 可是可能是有神經有傷到 當然 你就定期做復健就對了 好嗎